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的赛事 今天的比赛的题目是选手节目对青少年影响比较大于利 对赛双方为胜方保粮局赛的有学校 对凡方和瑞丽书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 为我们今场的比赛作评分 他们分别是香港浅会大学面对队员 蔡荣思小姐 另外也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业绩辩论队前个月 闪文营小姐 最后我们邀请到的是 学业绩辩论队老师 其子正老师 现在让我为大家介绍双方的辩论 首先他们是正方主辩 徐坏天同学 正方一副 苏正能同学 正方二副 洪嘉盈同学 正方欠辩 林志慧同学 散方主辩 黄滚思同学 一副 陈苏正能同学 一副 陈苏正能同学 二副 梁家慧同学 台上发问的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正方一副会接着来继续发言 等待反方二副 完成发言之后 就会进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 就会进入结念环节 除了台上和台下的发问环节之外 而且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都有一叮提示 叮 那够钟就会有两叮提示 叮叮 超时15秒就会连续叮计下 叮叮叮 到时就会进行扣分 早前蔡规的新一份都已经 给大家 今次开始是会进行扣分的 详情就已经传了给各位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现在有没有对于规则上有任何问题 会不会有牌举 因为上次有情况就是听不到 叮叮会叭声 还有小声是会被改过的 我现在暂时没有牌举 我举手 对了 我举手 谢谢你 那可能不好意思 不能指定是一叮、两叮、三叮的举手 那我纯粹是用举手来做个示意 好,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现在我们先请 正方主辨 有四分钟的时间 那准备好和我示意 那大家同学记住示意的时候呢 你可以画 可以或者 可以出一下声 让我知道 否则我就看不到你们的动作 因为太小了 酸那个镜头了 好,正方主辨准备好和我示意 听不听得到吗? 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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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叮 叮 开始 叮 大家早晨 4月19号网络媒体 在Press Logic 的人气意外里面 有一篇报导 标题是 14岁参加者直言不识姜涛 秉公 感叹好 对答欠尊重 对香港乐坛简直是一无所知 我只是听英文过 标题可恪 留言更可恪 不是他们不够红 是你无知而已 不要这么假 不如读好些书 究竟是谁又做了什么 要承受这样的人身攻击呢? 她是14岁的姚卓菲 《星梦传奇》的惨才者 《星梦传奇》总共是6位18岁以下的参加者 但舆论从不留情 好像林子矮彩排暴露流集 18岁林军连 突然评判 遭网民洗脑 骂爆武品 但残忍的又何止舆论呢? 还有财劲 《星梦传奇》的主持李克勤 在第二集《一语道破》 她说作为一个电视节目 我觉得财劲必须残忍 在座各位 没错 选受没错 错是当选受变得成为节目 原有的理主还存不存在 还是节目会扭曲了选受 导致弊端重生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 选受节目和《星梦传奇》分别有什么特质 选受节目的题材很广泛 有歌唱里 例如《X音数》 《美国好声音》 有《才艾你青春有你》 《全英一兵》等 但是 无论是什么题材 他们必须都有以下的四大共通点 一 因为是节目 所以必须要求收视求娱乐 二 多取出真人秀的形式 除了才艾 他们都会聚焦于参赛者的人品 甚至是私生活 三 节目要求参赛者的全程投入 地獄厨神 甚至会提供住宿 规定一些未被淘汰的人不准回家 四 除了传媒 网络和网民是最主要的舆论来源 因此 选受变成节目 就必然被扭曲 那青少年又有什么特质呢? 根据艾瑞克森发展理论 青少年的关键发展是自我认同 美国著名的学者斯坦伯格就指出 青少年期是一个建立价值观的重要阶段 同时青少年的情绪也很容易起波动 而普世价值也相比追悟 青少年的核心应该是学业 综合以上几点 我方会由价值观形成 自我形象 心理健康和维持学业 四方面来讨论 为什么变题性 首先 选择节目说穿了 其实就是一个选失败者的节目 而他们的去留标准和才艺 往往都是没关系 而是经过了节目的效果计算 例如 全美超级无的而新秀大赛 喜欢标榜些参赛者身世可怜 而韩国节目又倾向以貌取人 参加produce101的练习生 连个样子和观众员都会被人打分 而青少年期又刚刚好是价值观的塑造期 选择节目的不良价值观 不单止是对着参赛者造成的影响 还是对看着节目的青少年 产生着前年密化不良影响 第二 第一是自我形象 为求收视和舆论 选择节目在剪接的时候 通常都会突出选择者的缺点 甚至是丑化他们 传媒喜欢报道真意 网络更是受行者的世界 我开场的例子 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第三 节目操作和负评 带来的尋肿压力 偏偏青少年又容易起波动 抗压能力又低 例如参加韩国producer01的选手王君豪 说自己的压力大到有 竞争等极端面头 第四 打击学业 一旦参赛 选手节目往往都会要求全程的投入 就以《星梦传奇》为例 剪达过的第一场比赛都已经用了三个小时 拍资时间更多一两倍 加上彩排和训练 参赛者必然难助专注学业 最后 我方的确看到选手节目好的一面 例如有在青少年建立梦想提供平台一展所长登 可惜 他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变题利应成立 想问有方仍然同 选手节目是一个备受觸目 求娱乐求关注的地方 而他们是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 造成最直接的打击 叮叮 好 好 四方主编发言时间是四分零一秒 我超时 我需要求分 好 那我们要请凡方主编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前 请先和主席思维 可以 听 主席 评判 除了各位 大家好 听完有方主编四分钟的发言 四个字形容有方 目光合 有片声 听听节目的部分闭出 但完全忽略了节目种类 以及受众之谎 事实上 作为政方有方又必要去考虑到 不同种类的选手节目 以及不同群体的青少年 而有方今天提出的闭出 都必须具备普遍声 否则变题绝不成立 而官乎影响指某一事物对群体行为 和思想作出改变 而这个改变的好坏 从来都是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接受程度的不同 某方并否认选手节目有利也有弊 但行量变题成立与否 就要视乎 在今天的变题之下 究竟能否设置一个公平的比较平台 对行量整体选手节目对于青少年带来的实际利弊 而今天我方反对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 节目性质各异难以一概而论 选手节目 犯指通过海选征扎选手 将由淘汰赛入面去挑选优胜者的选拔 对于内容主题并无限制 所以衍生出各式各样的选手节目 现实可见所有 现实可见各地选手节目行为种类甚广 主题大有不同 蒙观而言 美国厨艺选手 厨神当道 台湾难球选手 Court131 中国辩论选手 奇巴雪等等 都以选手竞赛为主足 抹掘各方的人才 节目主题 五花八门 厨艺选手 辩论选手等等 普遍教育意义较高 但要求观众相对参与度也更高 难以作出实际的利弊比较 除了主题不一 节目赛值都大有不同 比如说全民投票 导师评级 团体途赖赛等等 虽然都归类为选手节目 但实质上面要求观众的参与度不一 主题目标、奖励也都难以一概而论 就好比观众参与度较低的节目 更深注重于选手之间的实力较量 但缺乏互动性 令观众难以共情 但对于观众参与度较高的节目 互动性虽然较高 但有难免会令观众花费时间 和金钱为选手投票 可见选手节目的性质各异 主题不一、赛责不一、特色不一 无法示威一个公平的比较平台 去行论选手节目整体的实际利弊 第二 角色观点不一 影响因人而议 变体方面的青少年 屏概不同背景、身份、心态的群体 最简单的角色不一 就可以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 于参赛者而言 选手节目可能是通往梦想的康庄大盗 但也可能是令到他们梦想画面的打击 于有兴趣参加选手的青少年而言 选手节目可能是成就他们勇敢追梦的电脚石 但也可能是令到他们畏惧挑战的叛脚石 于以实际行动去支持参赛者的观众而言 是为自己支持的人付出行动的体验 但也可能会造就浪费时间和金钱的陷阱 于单纯去观看这个节目的青少年而言 选手节目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属于娱乐性的悠闲活动 但也有机会引致他们盲目跟风的沉沦 再者 在自身的成长、经历、家庭背影的不同 也会引致青少年自身价值观思维模式的不同 令到选手节目对于他们的影响存在分别 就例如屡次失败突然坚持参赛的选手 有些人会认为是励志追梦的勇气 令到他们受到啟发 从而去奋力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但同时也会有人认为是不知两历 盲目坚持的想法 反映确切的现实 可见青少年他们本身角色不一 观念不一 心态不一 无法支持坏的标准去公平地衡量 选手节目对于整体青年而言的实际利弊 因此今天的问题绝不成立 谢谢各位 反方主辩发言时间为3分55秒 好消息 最后分 接着我们会进入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 向反方主辩提问 发言时间是1分钟 准备时间1分钟 准备时间1分钟 回答时间1分钟 所有时间接触前15秒 都有一丁提示 所以你听到一丁提示 所以你听到一丁的时候 即是没有9分钟 你还可以准备 那之后呢 先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 向正方主辩提问 发言时间1分钟 那双方都有一次台上发问的机会 和回答的机会 之后呢 就会落到正方一副的环节 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请正方自由排出一位辩元 作台上发问 那评判留意 台上发问的环节 分子的次序 特别是反方呢 第一格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好 正方台上发问 准备好开评则 可以 定 有分同学 家有美少女和producer01 要求身材不够妙条的参赛者 要吃沙律减肥餐 Mix9参赛者只是28岁 就被评判说 要退休不应该参赛 种种对参赛者身材 样貌年龄的批评 已经成为了选受节目的常态 有分同学 试问这些扭曲的价值观 为什么不会影响到 价值观形成的青少年呢 多谢大家 好 现在凡风准备时间一分钟 嗨 三 可以 好 再一次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有可能剛才的問題 有可能就問我這些所謂的 一些扭曲了的觀念 對這些青少年有否壞的影響 但首先今天有可能要和我方去論證 這一方面的 這些所謂的要他們有好身材的觀念 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選手節目的常態 還有它當中的普遍性 這個所謂的弊著的普遍性到底在哪裏 有可能有必要和我方去舉出不同的數據去指出 我們今天看到我們有不同的選手 例如這些處理的選手 一些運動的選手 有可能有必要和我方去論證 這些所謂的扭曲的觀念 都會在其他選手上出現的時候 但是有可能今天從來沒有和我方論證 其次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就是 我們今天這些所謂的扭曲的一些價值 其實在現實生活裡面經常都會出現 這些是一些很普遍地出現的一些觀念 從來都只是反映著這個現實 我方不明白為何有可能會覺得 在選手節目裡面看到一些現實的體驗 就代表是對青少年有一個壞的影響 其實今天和我方說這些價值觀 這些青少年素材有價值觀 但是我方今天有可能從來沒有和我們認識 叮叮叮叮 所以我方說是很高興的 留意準備時間一分鐘都會有45秒的一定提示 結束程十五秒 十五秒一定 所以不用急著出來的 另外現在到梵方進行台上發問 準備好可以和我試試看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想問的是香港的新秀歌唱比賽 台灣的超級星光打高英國達人手 都是當地不同時代的選手節目 培養了不少演藝人才 請有方同學能正義所指的閉嘴 由於在以上幾個節目呈現 以及如何能解釋的處呢 多謝大家 好 現在正方主要沒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好,準備時間結束 正方準備要開始嗎? 開始 大家好 大家好,我剛才已經說過,當選手變成一個節目的時候,他必然會出現四大的共同特質 求輿論,聚焦參賽者的私生活,要求參賽者進入網上是聚焦 當共同的選手節目都有這些特質,他必然會出現我剛才提到的閉處,是無可被貶的有分同學 我就不明白為何有分同學會覺得他因人而異,他的節目是會因為他不同的方向而有不同的閉處 有分剛才其實都是一直空口說白話的,他又沒有提到有什麼實質的例子是證明到選手節目的那些人是覺得 我沒有壓力,大家可以盡情批評我,我其實是應付得到的 希望有分同學待會可以回應一下,多謝各位 現在我們會回到頭上發言的環節,現在我發言次序,是正方一步,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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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準備好了,準備好了,準備好了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活了在象牙塔裏面 首先他們就無視煙荒,說太多選手節目不能談 不過我們就看到其實他們無視了一些共同特質 我們又想問有方,正如我開篇所說,其實選手節目通常都會有輿論 都會說他們私心,都要求他們全程投入,還有都會有網絡的攻擊 不如有方跟我們說說有哪一個節目不是衛生事的 有哪一個節目不會被傳媒報道,沒有網民鬧 有哪一個節目不需要人全程投入的,第二,他們也有理想化青少年的抗壓能力 我們看到其實這不是一個因人而異的東西,而只不過是程度 但是輿論每一個人都要承受,淘汰的壓力每一個人都要面對 有同學不同意,就舉出一個輿論底下,仍然完全不受影響的參賽者 說名,證明有人會歡迎輿論去攻擊自己 好,開篇就問有方,成不承認選手節目就必會有輿論 有方就秘而不談 其實大家必須要知道的是,當選手變成節目的時候 發掘牆娘就會變成最收視、最點擊率、最討論道 所有節目都無必服務收視 而記者報新聞就像資深傳媒人Mark Mathis這樣說 要起人底,挖倉巴,搬上網,走是聖蒙的參賽者 那些網民鬧無知算好,甚至看見他都要洗眼再洗腦 不去死都沒用,都未算最差 有方,作為青少年,如果你看到過萬惡意批評 你會不會沒有壓力?作為成人的評判,你們呢? 如果有方不同意,就必須要說出有節目不為收視 傳媒不玩踢包,網民都是大礙的 否則就必須要承認,輿論壓力的確存在 為何青少年階段那麼重要? 順利社會發展理論的艾瑞克森說過 青少年期是價值觀形成的關鍵階段 可惜當選手節目要服務收視,迎合觀眾製造話題 就會納曲青少年的價值觀 第一方面,選手節目高舉殘忍評論作其次 以地獄廚房為例,就像有方所說的廚藝節目 Gordon Ramsey煮不熟用粗口鬧 主人節就不及做廚師 才不論這是否追夢的途徑 但當侮辱變成專業評判 是賣點,觀眾的價值觀又怎會不被影響? 第二方面,選手節目根本上不單是選手 更是選美選身材選身家 積線之後被人說被腰缸降級 Mix9金素利28歲都嫌太老,不應該參賽 香港教育大港師楊啟聰說過 真人獸裡有極具引導性的評語 當參賽者不改,就要淘汰 青少年觀眾就會吸收這些價值觀 當不夠瘦、不夠美、不夠年輕都要走 這種價值觀為何不是扭曲、不是弊大於你? 最後我方而多次追問 輿論壓力對青少年來說為何不是困擾? 如果有方不同意,請舉出一個青少年參賽者 是歡迎大家進程攻擊她 都不會有壓力的例子 多謝各位 正方一步發言時間為 3分01秒 早前最初分 我們現在請反方一步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和我示範 可以 聽不懂 聽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在座各位 大家好 首先看看友方為何認為今天友方的東西是有閉嘴 為何選手節目有閉嘴 其實聽完友方今天兩個論點 不難發現友方其實是在我自己的象牙塔裏面 其實友方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裏面 選手節目就只剩下偶像類別 對於一群青少年的影響 就等於所有普遍青少年的影響 另外 友方說節目組只是重視收視 但我照友方的邏輯 那是否寧願各方人才能僅有的追夢機會都沒有 青少年成為默默忍受行屍走肉 有志男生的大人才是理想 然後友方我跟我們說輿論壓力 說14歲不認識姜濤的參賽者會有負面的評價 就是節目組求關注 就會令到青少年的參賽者受到輿論壓力 然後又說節目組為收視 就會醜化青少年的參賽者的形象 令到他們情緒波動 先看吧 友方說青少年要承受這些壓力 雖然是閉嘴 但在這麼多選手節目裡面 以青少年作為參賽者到底又有多少 而對於這些少數的青少年而言 實際壓力有多大 有多少個參賽者是真的因為單純參加選手節目而引致情緒病 事實上人人都有壓力 而選手節目對於參賽者來說 同時可以是一個學習建立正向態度和訓練抗壓能力的機會 請友方論證選手節目對參賽者帶來壓力 所造成閉嘴的必然性 和青少年作為選手節目參賽者到底有多普遍 否則這個閉嘴根本就不成立 然後友方又跟我們說 選手節目令到青少年擔誤學業 但友方到底怎樣論證 有多少個青少年學業真的會因為選手節目而受到這樣的擔誤 究竟到底是人的問題還是選手的問題 相信大家都心裡有數 然後友方又把扭曲的價值觀歸咎於選手節目身上 來點下取人這些風氣 但到底有多少個青少年 真的會因為選手節目而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反問友方 當現況是同時有青少年 因為選手節目學會欣賞參賽者的優點 在利弊病傳的時候 友方的標準到底是怎樣衡量的呢 再者 注重外表的風氣早在選手節目興起之前 其實已經存於我們的社會 為何對青少年來說 這就是選手節目獨有的錯呢 正如我方主編所說 世界各地的選手節目 總類五花八門範疇性質賽規實際執行形式各有不同 選擇的人才絕對不止是偶像唱跳歌手 中國為例 2013年廣播總局驅行限餘令之後 不少大型電視台都因應作出調整 創造了不少文化益之類的選手節目 當中例子就有 節目超級演說家採用草根式的參賽方式 就是不論性別年齡和職業都可以表達他們的夢想 內容去學習價值得來收視也是同時段的冠軍 絕對是有公信力的成功例子 而再用374萬觀看數字的澳洲廚藝節目 唱歌 graftهم 都是依投待制去參賽者 因為選擇節目 總類勝MR格和賽制都可以按Being 不同的時候 但是節目組的員意沒有共通點時 對青少年的影響 JON porque 根本不能依 nuestras言論 唱歌 等一等 好 我們幫一副發言時間是3分10秒 是由超時 所以評判要在分子上面 9分 按菜規 頭5秒是頭5分 所以可以 輸入各文字 另外我在等校室裡 看到有 5U31 Atlanta 的人 是雙方的 觀察人士 是雙方的觀察人士 雙方的觀察人士 雙方觀察人士 好 我們現在會繼續抬述 達人的環節 現在到雙方義父 然後三分鐘時間準備好 開同事業 可以 丁 各位大家好 今天雙方和我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完全不聆聽雙方說的話 雙方主編一開始就已經說過 其實無論是什麼種類的選手節目 只要選手變成節目 必然就會有四大共通點出現 就是求輿論 最主要參賽者私生活等其他方面 要求參賽者全程投入 而且網絡是輿論來源 有這些特質就必然出現 我方提頭的弊處 無可避免 所以就不明白為什麼 有方同學說 我方沒有在象牙塔裏 有方同學一直在空口說白 你們有沒有舉出實際例子 證明有之目其實是沒有以上四大特質 至於利弊比較 我方也有做到 同時 雙方已經說過 清少年處於自我形象 塑造價值觀 形成重要階段抗壓能力不足 又要以學業為重 這些是根據艾瑟克森論 和心理學家斯坦伯克 摩利斯的說法 有專家有實例 不如由方同學又試試 從我們角度看 就是為什麼你們所說的理處 又符合清少年這四大特質 如果論證不到 那又如何證明會對清少年造成影響 相反我方做到以上四點 所以為什麼有方同學會覺得 我們的弊處無靈駕成 又質疑我們價值觀有多大影響 其實根據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賴俊亭博士 他說超過一半的受訪 清少年和大學生 希望自己的身形和體訊 能夠和傳媒中的形象吻合 其實可見 選手節目傳播出來的價值觀 已經對過半的青年造成影響 有方同學聽明白嗎? 不肯聽不要緊 等我再解釋一下 所有節目無可避免的是 評判苛刻的評語 媒體加鹽加噪 網民不斷的抹黑 在這些情況下 參賽者就必定會被標籤 失誤就是沒有才華 休息就是懶 被淘汰就是失敗 網民越鬧越勁 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滾雪球效應 參賽者認定自己 就是一個如此無充滿缺點的人 受到嚴重打擊 而作為青少年更加應付不到 就例如X音手選手Ariel Burdette 她的表演被評判稱為惡夢 自己就被標籤為世上最憤怒的女人 最終Ariel抵受不了負評 自殺 有方同學覺得是孤禮 不是的 不止Ariel是這樣 地獄廚房Rachel Brown 一夜成名Paula Goodsby 全影一丁DJ Scott Willi等等 都因為自我形象被摧毀壓力爆煲自盡 自殺一去沒有回頭 是無可挽救的閉處 還要有多少青少年犧牲遊方 才肯承認這個閉處有凌駕性呢? 就算退一萬步 假設有比較堅強的青少年 其實對他們而言 在節目當下的心理壓力都是難以想像 少許差錯就會被上千萬人罵 加上開的淘汰賽 參賽者會緊張、害怕甚至放棄 被招募著姚卓飛掉危險區 即是我要被淘汰 沒有人會低分過我 我是最差的參賽者 一個僅是14歲的選手 抱著遊方同學口中的追夢心態 但因為過多壓力失去希望 這個閉處有分堂想著怎樣補救 如果補救不了 為什麼不是利大於弊? 最後有分堂一直都未回應我方主編 一副問到現在的問題 你究竟成不承認選手節目求收視求月亮? 如果不承認的話 麻煩你們給例子 論證為什麼這個不會影響到 心理性都來打擊他們 多謝大家 反方文正方二副發明時間是3分04秒 沒有超時 沒有超級分 現在有請反方二副 有3分鐘發明時間準備可可和同學試驗 可以 可以 定 再說大家好來到二副位置 其實今天有方的立場已經滑水等好了 很簡單 其實今天有方很開心地認為 今天只要有輿論的出現 所以今天選手就必然廢大於你 所以很簡單 剛剛二副也問回我方 究竟今天成不承認節目為收視 我方認 但是問題是在於 今天不是因為求收視 所以我們才產生輿論 所以其實今天很簡單的立場 一件事就是 今天我產生輿論 這個從來都不是選手節目独有的閉嘴 所以今天有方可能正面論正面題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其實今天正在見的是 有所謂的輿論壓力其實一直存在 小至是我們的常生活 其實我們可能會被人平靠反中 大至可能你在說娛樂圈的時候 其實今天看到所謂的輿論壓力 都是一個進入輿論的共同特質 有方今天真正的論證就是 不是要告訴我今天選手節目的輿論壓力 令我有多大的壓力 而是告訴我 究竟為什麼這個選手節目 確實實這樣去體現 而且普遍性存在 很簡單的 今天有方要告訴我 其實今天有方不要再混淆私聽 說的是 今天有方覺得收視和輿論是一個等好的 但今天問的是 今天有輿論是否必然是一面倒的閉嘴 今天普遍性在哪 其實有方今天全場的論證很簡單 就是針對一些參賽者來說 因為他們會受到輿論的壓力 所以今天對他們弊大於利 但實際上今天變題 今天有問題太窄了 說的是 看到青少年有不同的持分者 我們從來都不只是參賽一群的時候 有方真正的責任是要告訴我 相對於一些觀眾來說 選手節目對比他們的閉嘴 為什麼又有得比較呢 所以其實今天輿論的問題帶來的 不只是有方說的閉嘴 我們也可以帶來關注到 所謂承受壓力 其實也是成長的一種推變 一種體現的時候 其實看到這個從來都不是選手的實質閉嘴 而只是反映現實的一個很重大的體現 所以其實今天有方的邏輯就是 因為有攻擊性 所以我們就畏大於利 但今天單一好處論證變 單一畏處論證變題 今天有方的邏輯又是否合理呢 所以很簡單 今天看到這個究竟是成長的通道 還是成長的改革 就是 一種不同的目光焦點 就是在於我們今天 在於一些參賽者的時候 我們會承受很多的壓力 我們會承受很多的風險 但我都明白 但今天的問題是 我連天平都沒有的時候 我如何衡量廢除 今天看到青少年從來都是一個主觀的影響 我們從來都沒有一個懷疑的審視標準的時候 有方要告訴我 你和弊放在兩個天平上面 這兩個天平如何之間有何比較呢 所以究竟今天有方的天平放在哪 還是中間的平衡點 其實今天有方都未找清楚呢 所以很簡單 就是看有方今天就說 令到參賽者耽誤學業 所以今天就看為何必然存在犧牲關係 看到其實我在參賽者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在學習中 我也是在吸取經驗的時候 有方要告訴我 為何這是一個必然的閉處 所以很簡單 之後來的位置 有方就不要再投給那種政策 正面審視一下 究竟普遍節目的時候 是否對於所有的節目形式來說 今天究竟是餘內圈通病 還是選擇節目的病 所以今天對於不同青少年的持份者來說 今天我們有不同的觀點角度 如何怪異我們的標準 為何影響 就必然是今天有方口中的客觀體驗 大家便宜著不食 各位 蘭方義父發言時間是3分04秒 沒有超時 不需要求婚 另外我看到等候 實有能力 是否雙方的觀察人士領同學 是你們的 好像是Kay Lee 是你們的人 現在 不好意思 我方的結辯 她剛才因為網絡的問題 所以他在主要联會中的帳戶就退了出去 請問可不可以讓他進來? 好,謝謝你 剛剛進來的同學改三、四個名字 好,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蔡規就是先由正方排出一位便員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是沒有權指定回答的人字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的時間是一分鐘 台上準備時間一分鐘 回答時間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都會有一丁 所以聽到一丁就準備的時候可以還有15秒 發言的時候也還有15秒 之後再由反方派出一位便員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也是一樣 雙方有兩次台下發問的機會 兩條台下發問可以由同一位便員提問的 雙方對這個環節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現在開始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便員提問 記住你要開遊戲 還有要跟我說可以的事 是 好,準備好開動的聲音 聽到嗎? 聽到,聽到 可以 聽到 聽到 對嗎? 我們現在看到選手節目 不論是什麼類型 什麼性質 什麼賽制 都會把少許錯誤放大 令到 放大 譬如製作101的薑美娜 她便經常被人說死 之後 那些節目便直接把網民說她肥的留言 展現了上節目之後給她看 我就 我便不明白 有方其實都明知道這些價值觀是錯的 為什麼要默認選手節目 繼續傳播給大眾 甚至是放大這種價值觀 都不會影響到青少年觀眾的閉嘱 我現在不是直接跟你說參賽者 多謝各位 現在反方 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 如果 讓我來 loop 我們 我們 正 好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台反風台上 放在位置面做答 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我可以和我示意 可以 謝謝 大家很感謝有方的問題 其實今天有方是非常直線邏輯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說的是 今天有方真正的論證債不是要告訴我 今天這個觀念全部壞的時候 為什麼就必然對於所有普遍的青少年來講 這個就是對於我影響的閉處呢? 其實今天有方論證債人 是在於為什麼要告訴我 究竟兩者必然關係在哪 是不是今天我看到的時候 我必然會受到影響呢? 所以今天我是不是一定會從這種學習 今天有方從來都沒有論證過 其實我本來講的是 其實有方同學今天怎麼論證變題 就是將這個變題開得非常闊 看上去就非常全面非常長遠 實際上其實就不是的 要怎麼這麼說呢?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傳來講的 只是一些某部分的參賽者的時候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究竟要告訴我 這是選手的閉處還是娛樂圈的通病 這才是今天真正立場極端的責任 謝謝 現在請反方排出第一條的台下發問 準備好可以跟我試一些 聽不聽到? 聽到 OK 聽到 聽到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認為 只要選手成為了節目 就必然流曲價值觀 企圖要必然來取代政方的責任 令政選手節目有他們所說的特色 請有方同學解釋 內地的辯論節目奇葩說 台灣籃球選手的Cord131 為什麼必然令到參賽者荒廢學業 流曲自我形象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請方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請多謝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正方带出位台上原作答 留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评论 可以 英 好了,有方同学就叫我们证明 为什么这些影响一定是对青少年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我刚刚已经说过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的黎晋卿博士 他的研究指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青少年和大学 他希望自己的身形和体重能够和传媒中的形象吻合 超过一半的青少年被影响 这还不是影响 有方同学还要多少青少年被扭曲才觉得是足够呢? 有方同学又说这是娱乐圈 又举出奇葩说和蓝球选手节目的例子 首先要讲述奇葩说 参与者其实是成年 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青少年 而蓝球那边 我们看到当你参观蓝球选手节目的时候 你要去拍摄 是没有其他时间 根本你要用很多时间去这个节目 所以就犧牲了自己的学业 有方同学 好 现在请正方拍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同学示意 可以 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19年4月开始实施的未成年节目管理规定 14条是包括禁止选手节目接受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参加 有方同学 如果中国政府不是对选手节目伤害青少年十分担忧 那请问你要怎样解释 要用上立法禁止的手段来阻止选手节目出现青少年呢? 多谢 好 团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在这个节目的顶目 有钱 有钱 入粉 在这一面 好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大方排出位台上緣作答 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可以和善意 首先,可宜 定 首先多謝右方和我的問題 右方問我們說18歲以下禁止這一類的節目 是否代表對選手節目有閉嘱 但其實根據聯合國的定義,青少年是15至24歲 其他的青少年是否不需要理會呢? 是否他們都是一定有必然的例署呢? 右方舉的只是單一的例子,單一就是中國的例子 以美國全美一丁為例,他有平均一季高達1000萬觀看率的時候 他都可以容許小朋友去參加,去發展他們的夢想 是否代表所有選手節目都有這個必然的閉嘱呢? 然後再說,右方一直傳承跟你說輿論的問題 但當我們見到普遍率低,必然性傳移的時候 閉嘱根本不成立 是否選手節目獨有的時候 我們都不可以說清楚的時候 右方根本就是在這裡混淆的事情 多謝大家 現在有請反方拍出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下一分鐘時間 叮 右方認為所有選手節目不論是 在觀點中的觀點中的觀點 於是都有閉嘱,然後又不解釋判準 變成閉嘴於你 香港的梅艷芳,陳奕信,許廷鏗 都是由選手節目出身 請右方解釋新手歌唱大賽和超級巨星 如何扭曲他們的自有形象 損害香港青少年的價值觀 多謝各位 好,陳奕,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 謝謝 謝謝 好 好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正方拍出一位台上的原作答 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開同時計 可以 首先謝謝有個同學的問題 不過他們很好笑的 他們跟我說梅艷芳、陳奕迅 不如大家數一數 到底他們已經參加選秀節目到現在多少年了 近的又不說遠的又說那麼多 不如我們看看現在發生什麼事 星夢傳奇參賽者姚卓飛14歲 因為不懂姜濤被人罵 為什麼不懂姜濤都是選秀節目衡量的東西呢? 為什麼不懂姜濤都要被人罵呢? 我們看到以前的年代當然是這麼多輿論 以前你有見過連登嗎? 不如你跟我說一下現在的青少年 面對著這麼多的輿論壓力 網民這麼多的惡意評論 為什麼你認為在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不是一個普遍會出現的現象 如果有方同學無法量症 就必須要承認 我們看到選秀節目 是會必定無論從節目也好 傳媒也好 網民也好 都會對青少年造成打擊 甚至會影響到他們的精神壓力 以及他們的自愛形象 多謝各位 現在是全台上 台下發明的話題結束 那我們進入結片環節 雙方結片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 在這一刻 在這次這裡 那次 通常 在這次 在這裡 在這次 有了 在這次 在這次 有關於 好,準備時間結束 我們現在先請凡方結辯作結 有四分鐘時間準備和開同事結 是,主席評判友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來到結辯的位置總結今天友方的立場 今天友方用三個變題去審視 三個天秤去審視全場 首先是節目,第一個天秤就是節目性質 現在今天全場友方同學一開始就好像 表面上將戰場開得很寬 但實際上正是從我們在同一個戰場的窩囂 集中在偶像類型的選手節目 而忽視了普遍性的節目 所以今天天秤是如何成立呢 第二個天秤就是我們看單一選手 首先單一選手裏面有不同的持分者 包括參賽者和觀眾 但是友方同學就忽視了大部分的觀眾 又沒有令到這個天秤成 第三個天秤就是整體的禮幣 就是每個選手節目是對參賽者和觀眾 這些是主攻的影響 所以不可以去行李幣 我們三方所存在的分歧點是 友方同學認為所有的閉處都可以凌解好處之上 但是我方就高之免足 認為選手節目實際上是包括不同類型和聖德的節目 而且不同群眾觀看的各地都各有不同 所以無法化一標準 第一,意見概全 今天友方同學不斷強調選手節目會有輿論客壓力 將參賽者受罰 但是在座各位我們不難發現 友方一直都在無視選手節目和他的獨自和本身的本質 例如今天明顯看到友方同學眼光合作 錯誤認為選手節目只是部分選手而忽略了辯論性質的選手 例如奇巴雪正是跟我們說其中看到的閉處漠視好處 是一個不公平的行機、機械衡量變題根本不可追 甚至是抹殺了其他選手節目的好處 難莫否定選手節目的價值帶來正面影響 還請友方同學看清楚變題的定義 今天討論變題也都要將節目本質加入考量 反之我方就審視了整體清少年和選手節目 看到其中有利有閉的觀點角度不同 價值觀都不好 即是適合你比較選手節目 論證變題就是以標準模糊 今天友方其實很搞笑 一直想用一個天秤去衡量 選手節目的禮拜 我們方都說過你們是用錯天秤 我們要今天去搞清楚今天衡量的物件 友方只是提出的例子就是個別選手 而忽略了定義所包合的類型 以單一標準衡量 那我們又怎可以用天秤去比較呢 第三就是混淆事情 今天友方同學跟我們說 選手節目損害了參賽者的價值觀 斷製千兆連觀眾群都會有這種心態 但這個根本在混額前 停將荒廢學業的罪名硬套 在選手節目的本質上 我方後面一再重真 荒廢學業並不是本質的幣主 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今天我們用電話也會有荒廢學業 那是否會否定電話所帶來的整體好處呢 另外想請問有方同學 我們在辯論性質的節目 或者藍牌性質的節目 那有如何出現這些荒廢學業的情況呢 今天再次看到友方正是用單一的類子去論證面題 還有今天有方正是提出姚卓飛不懂姜濤被人罵 但這些其實是輿論的壞處 並是選手節目本身的壞處 所以可見今天有方同學論證是很粗喪 沒有做到應該要盡論證的責任 由此可見雙方是無法衡量節目的好處和壞處 選手節目不同種類 性質的益處都各有不同 所謂不良的影響就是 請問有方應該如何衡量哪一個選手節目 比重更加重更應該成為衡量的標準呢 回到我剛剛開手問的問題 今天有方正是違反而反 要得出哪一個好些 但其實根本是沒有可取性 失去比較的價值所在 所以因此今天變題已經不成了 選手節目也不可以用利幣去比較 多謝大家 好 好 方傑變發言時間是3分55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最後我們有請正方傑變 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會可以跟我示意 可以 可以 主席 評判有分學 再次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時我在想 我們與其說去選手 不如說去選擺 由頭到尾 節目突出的從來都不是唯一的成功者 又是千千萬萬的失敗者 比賽來到這裏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我幫主編引受過很多選手節目的歌手 李一勤的一句話 他說 作為一個電視節目 我覺得賽者必須要殘忍 殘忍兩個字精準描述 當選手變成節目之後會發生的變化 同用他的說法 我們今天討論中的正正就是一場殘忍的淘汰賽 討論中的正是究竟會對青少年產生什麼的影響 但有方不了解也不明白 不僅如此 有方同學還犯下了以下三大錯誤 首先有方同學沒有聆聽我們說的 他們就說這個娛樂圈 有娛樂圈是娛樂圈獨有的一個閉嘱 但是其實 娛樂圈有沒有閉嘱和這個選手有沒有閉嘱 我們是沒有這個責任去和你去論證究竟這兩件事是否有關連 再說其實別人有這個閉嘱 我們也是有這個閉嘱 而且選手節目會將一個網民的愛意 去放大這件事 是報上的新聞令到參賽者有壓力 然後有方同學今天也由一開始就跟我們說 這個閉嘱是因人而異 然後到現在就承認了其實這個選手節目是有這個輿論的壓力 第二有方同學今天就跟我們說 我們以偏概說 就說這個選手節目就是它的價值觀的影響 就不是高的 青線人都會受到這個影響 但是有方同學也跟我們說 有一個全美一丁的節目收視其實是有高達一千萬的 我們計算數其實只有一成的人受到影響 為什麼一百萬人的價值觀是被它扭曲了 那聽聞這樣的影響是否做不夠呢 最後青少年有分同學也有看到 說他們參加這個節目受到的輿論 可以鍛鍊他們的抗壓壓力 但是其實有分同學有沒有想過他們要受的輿論壓力 遠比青少年應該承受的壓力是多很多呢 面對壓力的自殺案例也有不少 有分同學就說是鍛鍊 但其實實際上青少年來說是一種折磨 想清楚其實有分同學根本沒有提出的例子 就算全部都是成年人不是青少年 而我們見到的青少年承受不到這些壓力 可以壓力爆破 因此我方之所以認同變形 在基於參加選手節目會對青少年有造成以下三個角度的影響 第一選手節目對價值觀的大力不良的影響 價值觀的數字在青少年今個時期非常之關鍵 今天無論是有方舉出多少選手的禮珠都不可以訪現一個史實 就是當選手就變成節目 選手就已經變了質 淘汰就成為每個星期的主題 有節目傳聞到網民 全世界英雄在討論著誰比較出色 而是猜著誰會被淘汰 選手節目已經不是單單選才藝 而是選才藝 加選外貌 再評論你的身材、性格、態度和言行 甚至連私生活都會成為考慮因造之一 試問這種節目會令青少年的價值觀 有著前面物化的不能影響 難度所造成的影響不重要嗎? 其次 宣索節目《求收視、求如論》 網民突出和醜化參賽者的缺點 這點其實連友方都不可以否認 再加上青少年身處於自我發展的階段 容易受情緒波動產生自卑感 網民還會故意多多你兩刻 比著你都會感受到打擊 友方同學 參賽者先給評判負評 其實心情已經很差 轉個頭 全部又要衝擊 為新聞價值接力再負負評 然後廣大的網民再加多腳 變成負負負評 接著參賽者要面對排山倒下的批評 又比你一腳我一腳 會對青少年的自我形象 和心理健康造成沉重的打擊 再說 你會帶來更多無可逆轉型後果 我眼見成沉重的感 友方又如何回應 又來跟我們說 其實他接受這個原來可以鍛鍊到他們 但是我恐怕友方同學 那些參賽者鍛鍊完 那些參賽者最後患了抑鬱之後 他鍛鍊的成果都是沒用的 最後選手節目是要求選手全程投入 選手節目是不會兼顧選手和回學兩邊的生活 但偏偏求學才是青少年最重要的 你寧願一個大好青年 因為選手節目要退學 但到最後他們學到的選手 又沒有學校這麼多 學來又沒有用 你都不想他們乖乖 你專心讀好學先嗎 難道他們真的應該為了選手 而犧牲自己的學業 犧牲自己的大好善好嗎 但友方又沒有回應 多謝他們 政方結面發言時間是4分16秒 由超時 那評判在分子上可以求5分 好 那現在比賽告一段落 大家稍等一下評判給分 提提評判 那最左手邊底下 那裏有一個街邊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那選三位比較表現出色的邊緣 那再給分 最好的一位給三分 其次給兩分 其次給兩分 最後一位就是給一分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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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清楚 我觉得今场比赛 两方的主线来说 正方会比较正路 讲回一些价值观有道的问题 我觉得 从这个带出节目本身有的特性 这个立论我觉得 是立得挺好的 但我觉得 我会期待后面 正方会讲多些 节目的特性是如何影响到 就没有那么强 反方 整场都是在打这个 选手节目不是一个普遍的 不可以一概而论 其实都是在打一个 不是一个独特弊 但他们也承认是有弊 我觉得 这个主线上 一开始听上去 不是很声音 但我觉得 比赛的后段 你们再捉回 譬如 一些资料 譬如一些节目 你们再用一些例子 然后说 去说回正方 如何去证明 他们有必然的 运动 我觉得这个的 感觉 在后场是 做得好一点的 我觉得 在医疗上 其实这条辩题 我觉得可能都 比较难 一些提数据 但是 都要注意 我觉得一些位置 要小心引用 例如 證方曾经说过 这个资料 是身材外貌 那些一半的受访者 都会想去跟传媒的一个标准 但是传媒的标准 代不代表是 选受节目 所带出来的传媒标准 还是 新传媒 自己在五星区域里面 所创传出的一个 价格观 其实 这个资料 是不太对到 你们所说的 一个受节目 所带出来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这个资料 运用 是不太对的 但是 你们又 刚刚又提了 再提多一次 在台下发明的时候 会再引用 所以 会令到这个资料 更加明显地 不太好 但是 另外 但是 反方又没有去回应 捉到这个矛盾 也是一个小伤问题 我觉得 正方 在这个 正方回应 这个 清少年 正方台下的法例规管 就是中国的孤例 我觉得 反方的回应 是做得挺好的 首先是打了这个 青少年的定义 然后再打他们 是在用孤例 我觉得都尽确的 然后 主要是 我觉得 还有 正方在这个 其实 双方在那个 后年 自己论点上 我觉得都 做得挺俗的 就是不会脱掉一条主线 但是 在正方的推进上 去到后场 都是疯狂 就是 譬如 正方异父的时候 还是在问 当 反方没有回应过 节目 没有他们所说的 节目的 即是 四个共通的共性 但是 其实 去到这个 正方异父的 这个 位置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已经可以直接 盖了它 或者是你直接 去下定论 其实正方异父 一开始都有下定论 所以如果你 最后的时候再问 一次 好像 反驳的力度 就不太强 大概是这样 好 那 好 多谢了 原财評判的意见 现在我们有请 闪文的 评估 我们给一些评论 评论 其实很短 我觉得 看得到 我觉得 都觉得 正方其实 不是那么容易说 因为 你要证明 这些选择节目 青少年 就是 这些的字眼 然后你是有个 认证的责任 是要弊大于你 其实 都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 毕竟 去到比赛里面 我也看到 就是对于选择节目 或者是 青少年 那个涵蓋的范围 其实 你是 好去说 或者你 是不是 怎样去 或者你 怎样去跟 我觉得 是一定的挑战 那 之后 我就听下去 这场比赛 我觉得 正方 刚才评判都说了一点 我觉得正方有一些 我可能是会 期望 听多些 但是 其实是关于 价值观 就是可能 会讲 比如说 有些什么体重 但是 那接着又怎样呢 价值观 如何去判定 对青少年 的影响是好 或者 某些选择节目 里面的 所谓的 舆论 或者一些情节 那为什么 对青少年的影响 是费 或者是 我觉得 这些我会期望 可以听得多些 不是说 一个情节 拿出来 就会觉得 可能有些选手吃沙律 那是不是对青少年的影响 就是费 我觉得 这些位置 可能是要解释多些 不是说不对 但是是怎么去解释呢 第二 刚刚评判有说 就是 舆论这件事情 如何对青少年的影响 是好或者不好呢 甚至对于参加者来说 或者是对于观众来说 看到一些的舆论 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舆论 那 之后又为什么 对青少年的群组的影响 是 但是对于你们这件事 我觉得 我会期望 如果你们是很强调这件事 可能我也会期望 再听得多些少 第三件事 就是关于青少年 其实我前期都有一些混流 有一些例子 都不是太清楚 你们可能想说 是个参加者 或者是受众 我觉得 我觉得 可能 如果有一些例子 或者你在一些 的说法上面 可以说得清楚一点 你想说的是 比如说是针对一些 青少年的参加者 有些节目 你举例子 好像参加者 不是青少年 我不是很肯定 还是说想针对的是 一些看的青少年的观众 这些我会觉得 是 期望是可以清楚一点 还有 始终 只想看一条变体 对青少年的影响 都会期望 有一定的不密 可能都是从受众的角度去说 可能这件事 可以再说得清楚一点 而反方我觉得 其实看一条变体 你真的很合理 就是叫政方 他们去证明 为什么所有选择节目 对所有青少年 都是弊底 我觉得其实 整个做法是 我觉得是 一收到这条变体来说 会这样做 其实是很正常 但是比如说 刚刚的 可能刚刚评判有说 或者刚刚我自己说 对于情况 可能有一些的字眼 或者一些推论上面的质疑 我觉得是 可以做得多一点 或者做得清楚一点 第二样东西就是 可能其实 主线都说得很好 就是其实 你选手的节目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甚至是不同时期的 选手节目 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种类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有少少 不是那么清晰的 就是听反方 去到后期 好像不是太多 去善用这些 主线上面的优势 去举一些例子 或者是 他说得清楚一点 其实 他不是所有选手节目 都说什么什么 很黑暗 什么自杀 其实不是的 其实这个世界 是很大的 甚至对青少年来说 他们会怎样批判一些情节 或者是 怎样去解读一些的娱乐 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很阔的 但是我反而觉得 就是去到后期那个说法 我会觉得 是很单一 就是比较是单一一点点 就没有了自己主事上的优势 或者一些可以用的例子 反而就觉得好像是没有了 那其实大概也是这样 好 多谢小评傅的意见 那最后我们又请了李子郑老师 给我们的评论 大家好 那这样 因为我自己学校 都是打反方 所以这个片段 我也有预备的之前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正方在建构主线的时候 是比较少见 是四分钟有了四个主轮 因为我们以往 可能两个主轮可以写得深入些 或者三个主轮可以写得 可以将战场扩阔一点 但是这次你们只写了四个 那很明显的时间 就会不太足够 所以在那个逻辑推论中间 有些位置 我自己觉得是做得不够深入的 就是究竟讲清楚了 节目的本质 我觉得你们定那个节目本质 那个有舆论那些 那四个主轮 其实那时候 没有办法将那些四个主轮再深入一点 在主轮上 那么 反方呢 其实一出呢 我觉得有少少 就是我自己做反方的 我觉得有少少 尝试着摧毁这个辩题 就是 因为选手节目有很多类型 然后呢 所以就没有办法一抗而论 那我自己在称这个辩题的时候 其实我在想 如果真的选手节目是有很多类型的 可不可以大约做个分类呢? 那大约做个分类之后 其实是不是可以 可能是A类型的选手节目 是会对利处大个弊处 或者B类型的选手节目是利处大个弊处 那可能这样去看的时候 就会容易一些去说 就不是说 因为一走出来就说 因为选手节目有很多类型 青少年有很多款 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抗而论 那就完了 但是我也照听 那我本来是 有些期望是反方在一负或者二负的时候 会怎样 就是我担心你们无以为计 因为你这样开了个辩题之后 那别人说任何东西 你就不能够一抗而论 那怎样说下去呢? 所以我就看看你怎样说下去 在一二负那里 然后去到真的反方一二负 就感觉到其实你 都是说几句 都是说没办法一抗而论之后 你就回去说 都是要说利处和弊处 所以都会看到 你们比较少说利处 可能因为你的责方 你觉得今天不能一抗而论之后 然后就尝试说一些弊处 不是弊处 但是我觉得 反方一负有个责任 其实是 刚才两位评判也有说到 而你做得不够好 就是应该尽快将 正方的主辩和一副 都是常常说参赛青少年 是分出来的 而你没办法分出来的时候 就在那个形势上 好像令到觉得 咦,是的,真的很大弊处 但是明明那个变题 是没有说 选手节目对参赛青少年 影响弊大于你的 是说青少年 应该有广泛性 但是反方一负 这个位置做得不够 可能有说 但是说得不够清楚 就令到正方一负和正方二负 在说论点的时候 好像比较容易过 直到反方二负才 比较清晰地 可以将参赛者和青少年观众 分开 另外正方 我觉得刚才评判也有说到 其实你那个例子 一半媒体的 其实所有评判都听到 就是媒体不是选手节目 所以以后引用例子 真的要小心一点 就是不可以 不对咀 和变题不完全对咀 的一些资讯 就这样拿出来引用 如果要引用的话 其实也要说清楚中间的逻辑推论 还有你们用中国法律做一个例子 其实我是有点差异的 就是我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国家 有一条法律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论定了 这件事对青少年的选择很重要 我觉得你引用例子的时候 其实最好有广泛性和权威性 就是究竟这个例子 是不是在全世界有一个共通 还有如果你是要用中国法律来做例子 那其实我宁愿利用逻辑去说 就是为什么逻辑上这件事 是对青少年的损害比较大 我自己会觉得更加有说服力 大约就是这样 好,谢谢你们老师的评语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宣布赛果 那今场比赛由保留局赛的有学校 对拔萃留书院 那在宣布赛果之前 那我会宣布最佳辩论员的 那今场的最佳辩论员是 反方义父梁家慧同学 那今场比赛以票数作决 那赛果是1比2 由反方胜 那今天胜出的是拔萃留书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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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